行车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一瞬间 画面中才刚抵达事故现场的国道远景 正在放置三角追市井 没想到后方一辆轿车突然减速 让后面一辆轿车傻车不及 先是追撞前车轿车 紧接着就朝女警重撞过来 所幸女警有及时回头赶紧闪避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所幸同仁机警闪避 未受伤执行时应注意执行安全 尤其是与主线处理事故时 因面向来车方向 以因应突发事故而闪避 所幸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黄 但训络车被撞车位 警方也向肇事驾驶 提出求偿车损修复的费用 但在新北却有飙仔半夜不睡觉 在路上炸街 有不少熟悉的民众被吵醒 而远景获报后去逮人 狭路相逢 撞见肇事骑士 没想到飙仔还跑给警察追 追了好几公里 才在死相被火逮 没想到他秒辟妈宝跟远景丘着 原来是因为他骑的是妈妈的车 包含无罩逆向巨检逃逸等等 警方一口气给飙仔 开了15张违规罚单 共计超过12万元 而噪音环保局还得令罚 再加上后座乘客也没戴安全帽 恐怕通通都得算在飙仔头上 记者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 抱抱 口 小 chama 吃 先 考 看 你 by bwd6